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这种花瓶在当时很多人家都有 这对花瓶的腹部还碎了一个口 1931年 19岁的邓小村 在家里的包办下 娶了18岁的农村姑娘 延青莲 而这对花瓶就是他们的结婚纪念物 两个人婚后不久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邓小村的内心非常的沉重 他在日记里写下了无数悲愤的文字 满天的乌云笼罩着大地 满地的荆棘处杀着我的心 1932年邓小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又写道 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 到处寻找出路 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 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 1933年初 中共吉林特支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站 父亲二人便把家搬到了吉林市 在这里一边生活 一边负责秘密接待中共满洲省委领导 输送药品 传递文件信息 当时的东北局势十分复杂 邓小村 严庆怜夫妇就将党的文件和传单 都藏在这对最常见的花瓶里 在插满鲜花 掩人耳目 1933年4月 也是在这里传达了著名的126指示信 然而就在指示信发出的一个月后 吉林党组织便遭到了破坏 据严庆怜回忆 在撤离前 光烧毁的文件传单和标语 就煮熟了一锅的高粱米饭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这两支花瓶见证过多少生死时刻 又绽放过怎样的爱情知慧 理想之花 我是马思纯 我将带您走进中共吉林特支 第二交通站隐藏文件用的花瓶的 前世传奇